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天空之城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當地的一個飛行學校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加拿大從沒有飛的經驗 然後到飛行的訓練 到拿到飛行的執照 這個過程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不管你是已經在加拿大本地的學生 或者是你是國際學生 常從其他地方過來這邊學飛 我相信這段影片對大家都會有一點幫助 這段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加拿大學飛的一個過程 然後在學飛之前你應該準備哪些東西 和它的長度和它的費用等等 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在接下來影片 就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這些事情吧 一家航校應該都有以下基本的設備 每一個航校都會有一個dispatch的area 那它會有個簽派員 或者是有一個在執勤的教官 旁邊還會有提供學生在上地面課程的教室 和飛行學校所用的模擬機 在布告欄上面也有這家學校的價錢 跟他說的航圖 今天要帶大家去在多倫多當地的一家航空學校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管你是國際學生 或者是當地的學生 要怎麼在加拿大從沒有 然後拿到你的飛行執照 你第一個所需要的飛行執照 就是PPL 你的私人飛行執照 擁有了私人飛行的執照之後 你就可以從事任何非營利的飛行行為 這張私人執照是所有東西的基礎 往後所有新的執照跟Rating 都建立在這個私人執照上 學習完它之後 你又可以再學你的雙引擎 你的儀表 然後甚至累積夠多的時速 拿到你的CPO 你的商業的飛行執照 有些人可能會很擔心說 我並不確定 飛行是不是適合我當作個職業 那我就會建議這些人 不如先拿到PPO 然後從PPO之後再開始斷定 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走這一行 我有很多學飛的朋友 平常都有其他的工作 所以在他們拿到PPO之後 都是租飛機跟朋友出去玩 或者是朋友幾個人一起合買一台飛機 大家當作休閒 我們接下來就來解釋一下 不管你是國際學生 或者是當地的學生 在加拿大學飛 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在加拿大的航校有分兩種 一種是私人的航校 一種是大學附設的航校 我們現在先來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當時已經有一個專業了 所以我就在家附近 找到了一個私人的航校 來這邊拿執照 這種好處是 你每次飛完才付錢 所以你不需要先給一大筆錢在前面 另外一種學校是大學 或者是college附設的航校 這種就是給很多這種高中畢業 就是要走飛行當正職人去上課 所以這樣的學校通常都是讀四年 四年裡面你不只把大學拿完 有大學的學歷 而且把飛也一起學完 執照也一起拿到 當然這樣的學校你就是 像一般的學校一樣 你就是每個學期都要白次了 錢都要繳清 這樣的學校淘汰率也非常的高 有些學校兩次的比試沒有過 或者是飛行考試沒有過 你就會被提出學校了 但是這種學校的好處是 航空公司相對的也會比較喜歡這樣的學生 甚至這樣子的飛行的college 出來的學生 只要你是班上頂尖的學生 你都會跟航空公司有面試的機會 然後在250個小時 就有機會進航空公司 我會建議大家在學飛之前 先把航空的體檢做完 加拿大的體檢有分class1跟class3 那class1是給以後要來做職業用的 它的期效是一年 然後它需要做心臟的ECG 那如果你以後只是要做私人執照的用途的話 那class3就可以了 學校在給你一個大概的價位上面呢 有時候都是法規最低的限制 例如在加拿大45個小時你才可以考PPO 它就給你45個小時的價錢 可是真實的價錢可能會比這個再高一點點 然後你還要把裡面的價位有一些 耳機啦 航圖啦 還有書本的價錢也要算在裡面 在學飛之前呢 在每一個航校還要考一個IQ的英文考試 來鑑定你的英文程度在哪裡 那在加拿大有分IQ4跟IQ6這兩個等級 4的話呢就是operational的等級 那就是每幾年要再重新考一次 如果你可以考到IQ6的等級呢 就屬於expert 所以你就是終身就不用再考了 再來呢你需要就是一個航空的無線電的執照 那這個呢其實它就只是一個口語上的小考試 然後跟一個小比試而已 並沒有這麼難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這個東西呢你在開始飛之前 最好是先考好 但是你不一定需要 只要在你單飛之前你有這個執照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學飛的總時間呢也取決於 你可以花多少時間在學飛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已經在本地有一個職業的話 你有可能就像我一樣只能在週末學飛 那如果你是國際學生的話 那通常你就是全職的 但是總時間也要取決於 這個地方的天氣 航校的飛機 教練的多寡 然後教練的配合度 這些等等的因素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呢 取決於你自己的態度 你在上課之前自己有沒有先準備好 準備要學的東西 在下課之後呢 有沒有複習你今天學到的東西 如果你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那再配合上教練 飛機天氣都很好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內 是可以拿到的 在選學校的時候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你想要在大城市學飛 還是在小城市學飛 在大城市像多倫州這種城市 華人的食物很多 交通很方便 你可能就不需要車子 但是這邊的房租生活費 就會比較貴 這種大城市的學校 租飛機的錢 教練的錢相對也會比較高 在小城市學飛呢 生活可能沒有那麼的方便 你可能需要買車 但是學校的價錢 可能會比這種大城市還便宜 所以這就是要取捨的地方 如果你是國際學生呢 然後你想來加拿大學飛 最好的方法就是 E-mail每一個學校 從價位 從飛機的數量 從教官的數量 全部都問清楚之後 然後等他們回信 再來一個另外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國際學生要來加拿大的時候 航校必須有政府的認可 他有認可之後 他才可以發給你學生簽證 然後你才可以合法的過來學飛 第二個考量就是 如果你學完飛之後 想在當地當教練 或者是工作 這個學校 能不能發給你工作簽證 這個你也可以問清楚 但是我在影片的下面 會留一個網址 它是加拿大的移民居網站 它在上面可以找到 所有加拿大合法認證的航校 但是合法認證的航校 不一定它可以發給你公簽 所以在公簽的上面 也要問清楚 在學飛的費用上呢 我自己個人大概是花了 六萬到七萬加幣之間 那每一個人的狀況可能會有點不同 有些人可能小時數需要多一點 有些人小時數會比較少一點 比較快拿到 所以我自己從PPO拿到CPO 雙引擎儀表 然後再加教練 大概是六到七萬之間 在學完PPO之後呢 你就可以租學校的飛機出去 開始累計小時數 那在這裡我會建議 大家可以在學校找一個 飛行的夥伴 學習的夥伴 一起出去飛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在學習上我覺得會比較有效率 然後一起出去飛的時候 又有多一雙眼睛幫你看著 可能自己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兩個人一起飛 一起學習的效率 我覺得是大很多的 在選學校的時候呢 有些機場是有塔台的 有些機場是沒有塔台的 那應該怎麼選呢 我自己的經驗是 一開始就在有塔台的機場學 那在訓練的當中 我還是要去一些沒有塔台的機場做練習 所以我覺得 最後你都可以學到這兩個 機場的不同的經驗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希望對 想要學飛 不管是在這邊的人 還是要從其他國家來學飛的人呢 都有一些幫助 那如果這個影片 有我沒有回答到的問題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 comment section 寫下你的問題 然後我會回答你 那大家不要忘記的按like 然後分享跟留言 在下一集呢 我就會來再介紹 那這邊拿完CPO 雙引擎儀表之後 然後呢 所有的航空公司在這邊 基本上都要有1000個小時 才開始請人 那我從250個小時 剛學完的一個菜鳥技師 我要怎麼累積到1000小時 然後找到工作 那我們下一集再繼續分享吧 掰掰